大家好 欢迎收看东南卫视 海峡卫视 并集直播的海峡五报 我是诗元 一起来看新闻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7月1号上午8点 在北京天安门馆场隆重举行 在福建的不少台商台胞们 自发地聚集在一起 一同观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盛况 认真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大家一致认为 习总书记的讲话 展现了解决台湾问题的高度自信 表达了两岸同胞共同的心声 7月1号早上7点30分 福州的台胞们已经聚在一起 等候着盛大时刻的来临 上午8点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正式开始 电视直播里一个个令人振奋的画面不断闪现 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和人民庄严宣告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 深深感染着观看的台胞们 不一脚印 毕露蓝蚁 整个党带领着我们人民 迈向这个护狗抢狗之路 我们非常感动 我们今天很多台商朋友 我们台商企业的这些代表人 到我们这边一起来观看 让我们更深深的感受 两岸人民同属一家 这个同根同脉的血液是切不开的 在大陆经商的我们这些台胞 其实我们都一起跟着祖国的发展 我们享受到的这些红利 政策上的支持 以及祖国的这种对于我们的爱护 那我觉得对于下一个100年 我们是充满信心的 厦门台商协会一早也热闹非凡 大家欢聚一堂 共赢盛世荣耀 对于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 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在下发展的台胞们也感同身受 在1921年到今天为止 中国共产党带领整个中国人民 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阶段 我们也看到了整个改革开放 这40年来 特别在去年的疫情 党跟国家领导全国人民 共同抗议 事实上我们也成为全球的一个指标 我想都是中国共产党带领的 全国人民能够走向更好的目标 更好的富强 死为尽 可知心替 作为一个从小就在大陆长大 生活学习工作的台湾青年来说 我们也是一步步见证的 大陆的快速发展 跟一个飞跃性的经济成长 在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表示 解决台湾问题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是中国共产党始至不渝的历史任务 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 听到这儿 赞敏台商台胞们 无不自发图长讲应 大家纷纷表示 应顺应历史大势 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推荐祖国和平统一建成 我们更期待 未来我们在两岸 互动的融合促进发展 能够带来我们更好的一个 和平统一发展 我觉得海峡两岸 本来同根同源 文化 语言 其实我们必不能分割 对于两岸的这种统一 我自己是充满了信心 我们觉得两岸一家亲 这是我们也共同奋斗的目标 期待在未来的一百年 能够往这一个方向 跟跨向一个大步 中国必须要两岸统一 才能够更容易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那我也相信 两岸统一也是必须历史所趋 我们就具体支持 两岸的交流 融合 最后统一 在昨天的中国共产党 成立一百周年庆祝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一个小时的讲话 涉及两岸关系部分长度 仅约一分钟 却得到前后约半分钟的掌声和欢呼 对此岛内各界反响热烈 台湾人民共产党副主席林清风表示 今天真是值得纪念的日子 坚信跨过今日之后 两岸里统一的日子又更近了些 中视新闻网发文表示 在台湾问题上 习近平总书记只用了145个字表述 却传达了中国共产党与全体中国人民 坚定不移的决心与信心 台湾联合报发文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把解决台湾问题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视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 而重点仍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以及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 推进路径仍然强调和平统一进程 并以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的目标 呼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台湾舆论解读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讲话的涉台内容 保持一贯对台政策基调 台湾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赵春山指出 习近平讲话涉台部分篇幅虽不多 但把过去对台政策要点关键词都用到了 如一中原则 九二共识 和平统一 反对台独 而且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 把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用一个和字并列在一起 意味着 未来不管岛内哪个政党上台施政 两岸要交流和谈判 首先要讲一个中国原则 然后才有体现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 联合报文章强调 当习近平总书记表明 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强大能力时 最后特别加重扬起的声调 获得了持续的掌声和欢呼 反映了大陆明星不容忽视 台湾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赵春山直指 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这句话是讲给外部听的 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外国人听的 如果是单纯对台湾讲话 不必强调中国人民 因此强烈警告外国势力 不要介入台湾问题 忠实新闻网评论认为 习近平总书记说 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强大能力 这是对民进党当局与支持所谓台独者的宣誓 无意发出了两岸必定统一 必然统一必须统一的必统动员令 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 本栏目由金砖会务用酒福毛叫酒赞助播出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 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好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 并集直播的海峡舞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解决台湾问题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是中国共产党始至不渝的历史任务 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 而显为人知的是 中国共产党着手解决台湾问题 就是近百年前从上海法租界 霞飞路的一栋不起眼的小楼里起步的 在上海最繁华的淮海路上 有一个不起眼的居民楼 然而这栋居民楼记载着一段历史 和一个伟大事业的开端 1928年4月15号 在当时上海法租界的 霞飞路833号金神赋照相馆二楼 在中共中央直接参与和指导下 台湾共产党正式成立 这是中国共产党直接处理台湾问题的开端 从那时起 实现台湾重新回归祖国怀抱 成为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目标 也是对历史和人民庄严的承诺 大家都知道当时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 但是在日本的严酷的统治下 台湾青年纷纷的到大陆来求学 寻求解决实现国家统一的一个真理 他们纷纷进入到当时上海大学去学习 在中共指导下不断的学习共产主义理论和政策 他们慢慢形成了一个群体 这样在组织上 在思想上 成立台共的条件这里成熟 在1月8月4月15号台共在这里正式成立 在创建台共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小插曲 尽管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而且也在现实中被历史的偶然纠正 但正是这种偶然性让人更深刻的体认到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事实 共产国际它不大了解整个远东地区的一些实际情况 就简单的根据台湾是日本殖民地这样的一个历史 就把当时就把台共设在日共之下 但是就在准备成立台共的时候 就是日本国内政治发生重大变化 当时的日本政府对于当时的日共 开展了严厉的一个搜捕和破坏活动 所以导致当时日共活动纷纷转入地下 这样就失去了这个支持和指导 这个台共成立的条件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自然这个历史的责任就转到了中共的身上 这个中共在中共的直接直接指导下 直接领导下这个台共就是成立了 在中共中央派出的代表彭荣 也就是人必实的直接指导下 台湾青年林沐顺和谢雪红在上海 开始着手进行台共的组建工作 4月15号台湾共产党在上海正式成立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形成了一系列的政治纲领 宣传纲领和组织纲领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不久 又经历了大革命的失败 处于革命的低潮期 仍然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台湾共产党的组建工作 可见哪怕在自身最危急最关键的时刻 台湾人民和台湾问题仍然是中国共产党心中的牵挂 从此解决台湾问题 实现祖国统一的努力 在百年历史中始终如一 我觉得中国共产党 它虽然当时成立的时候还很弱小 但是始终关注国家统一问题 关注台湾问题 始终强调要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点开始 从这一段历史看 就是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完全的统一 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对人民 对历史的庄严承诺 爱国先烈翁泽生 是台湾共产党的创立者之一 他曾把名字改为翁振华 以振兴中华为己任 为之奋斗一生 在他牺牲后 他的儿子林江也走上了革命道路 建党百年来临之际 有着72年党龄的林江 收到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老人说 父亲当年对他说过的一句话 改变了他的一生 林江原名翁离光 是台湾爱国革命烈士翁泽生之子 翁泽生是台湾最早的社会主义宣传者之一 1925年参加武萨运动 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五三场案使他认识到台湾人民要自由解放 要在全中国人民的支持底下才可能实现 只有中国人民全民自由解放 台湾才能够自由解放 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救台湾 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救中国 1928年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 台湾共产党在上海成立 翁泽生成为创始人之一 此后翁泽生常驻上海担任中共联络员 陈寅替他写的那个结论里面 就写说是他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党组织 他临死不肯攻出任何一个同事 所以整个组织完好无损 1933年由于叛徒出卖 翁泽生在上海被捕后 被押往台北日本监狱 年仅6岁的林江与母亲到台北探监 这是他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见到父亲 看他的时候 问我会不会讲中国国语 我就讲我不会 就跟我母亲讲 赶快送他到姑母那边去读中国书 所以我一生就是这么一次 这一两句话 一生走的轨迹就变了 我父亲跟我取这个名字 到他长大了 黎明一定会照亮我们中国 1939年 因在狱中长期受尽折磨 翁泽生肺结核严重恶化 去世时年仅36岁 受父亲影响 林江大学时期就参加到抗议美军暴行的斗争中 大学毕业后 林江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敏越干编纵阵队 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 多年来 林江始终牵挂着台湾的乡亲 1978年后 林江调到福建省台办工作 实现了他服务两岸同胞的心愿 我们当时提出来的要求是说 让我们在省里面也搞了一个大的阶带战 台湾同胞阶带战 台湾渔民跟我们这个福建的渔民很友好的 所以常常来靠岸加水加油 和平统一还没有提出来以前 就已经有这样子的小小的 就让他们过夜的地方 台湾渔民跟台湾人 他这个到我们那边住了以后 他说 他说我们台湾老家人 我们到大陆去 到了你们这个台湾渔民 打个电话回去 他们就非常安心 我们是同一个血脉 而且同一个文化 同一个语言 这种血脉是外力各不断 台湾人民希望回归祖国这种用望 从他们祖父那一代以前起 一直到现在 都是非常感人的 要加强两岸的交流 要鼓励台湾青年多到大陆来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 林江在日记里写道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时刻 关怀着台湾人民的命运 并引领着台湾爱国者 奔向振兴中华的光辉前程 我们今天这个幸福的日子 来之不容易 是无数台湾革命先烈 无数爱国的先烈 这个牺牲赦命 才换来的 自己的名字都改了 改着翁振华 好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 病机直播的海峡舞报 本节目由灰指甲大品牌 亮甲指定播出 我们继续来关注岛内新冠疫情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7月1号公布 新增47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另外新增13例死亡个案 台行政机构7月1号表示 将成立慈济基金会采购疫苗专案 并参考台积电永灵基金会做法 授权慈济基金会采购 德国原厂BNT新冠疫苗 有意捐赠500万剂 德国原厂BNT新冠疫苗的 台湾慈济基金会 6月23号曾赴台卫生福利部门地建 希望比照台积电 鸿海永灵基金会模式 获得民进党当局授权 向原厂或代理商洽购 几经波折 台行政机构发言人罗炳成 7月1号上午终于表示 经过评估后 将成立慈济基金会采购疫苗专案 并参考台积电永灵基金会做法 我们决定寻台积电 鸿海永灵基金会的 采购捐赠的专案模式 成立慈济的采购捐赠疫苗的专案 当天下午台湾流行疫情 指挥中心也予以证实 现在行政院当然是表示 主要是我们双方可以更紧密的 接续的来进行这些的合作的事项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非常的顺利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指挥官陈时中还在记者会上表示 第一批110万级莫德纳新冠疫苗 已于7月1号上午配送到各县市 今天就已经都配送下去 那各县市政府 也有他们自己的一个规划 照着我们的施打的一个优先的名单 那开始会开始来注射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发言人 庄仁祥则表示 台湾地区当天新增16例新冠疫苗 接种后发生死亡的不良事件 包括八女八男 死亡年龄为零岁至95岁间 为疫苗接种后当天至38天间死亡 目前累计271例疫苗接种后 发生死亡的不良事件 对于其中的零岁个案 庄仁祥证实 死者是云林县一位最近刚接种过 阿斯利康新冠疫苗 正处于哺乳妻母亲的两个月大的女婴 个案进行母乳的补胃 我吃凌晨 发现个案没有呼吸心跳 经过解剖之后 发现是有双呼吸道感染 跟双肺有大业性肺炎 庄仁祥表示 6月30号 台湾地区新增36151人次接种新冠疫苗 其中阿斯利康疫苗接种32,995人次 莫德纳疫苗接种3156人次 截至目前为止 累计接种204万3218人次 疫苗接种人口覆盖率约8.52%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湾昭华县15层高 内设防疫旅馆的乔友大厦 6月30号晚发生火灾 消防人员的救援行动 从6月30号晚间一直持续到7月1号凌晨 截至目前 火灾造成三名住客和一名消防员不幸遇难 20余人受伤送医 消防车一辆截止一辆 紧急声响吹得让人惊心 失火的是防御旅馆的楼下 火蛇从二楼窜出 云梯车也来了 云梯升空从高处射水灭火 医护人员也着防护医 现场败命 这是彰化市桥游百货大楼 楼高15层 二楼起火 楼上七八九楼是防疫旅馆 前一访客工作人员总共住了31人 老板从楼上及时逃出 他说旅馆火警警报响起 他下楼查看 之后通道农烟加上温度太高 要员工把防火门关上避难 灭火的时候也看到漆黑的帷幕玻璃 有人打亮手电筒求救 也看到消防队员进入火场 从窗户探生出来 大部分的房客搭雨梯车下来 因为逃生通道太热 烟雾太高 他们从空中接驳搭云梯车下来 其中还有一对五岁的双胞胎兄弟 两人看来没有受伤 下来之后乖乖让医护人员帮忙戴上面罩 分别被抱起来送一检查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 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恋爱资讯 好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 并集直播的海峡五报 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当地时间7月1号 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主任 汉斯克鲁格表示 世卫组织欧洲区域53个国家和地区的 新冠肺炎病例数连续10周下降的趋势已经结束 上周在旅行聚会和社会限制放开的情况下 新冠肺炎病例数增加了10% 欧洲可能会在秋季面临新一波疫情 克鲁格因此警告称 虽然疫苗对德尔塔变异新冠病毒有效 但需要等到两剂完全接种后才有效 如果人们不加紧接种疫苗 新一波疫情很可能在秋季前后席卷整个欧洲 任何公民或政策制定者认为 疫情已经结束都是非常错误的 当地时间7月1号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发布的报告显示 在6月14号到6月20号的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 有近37%感染了德尔塔变异新冠病毒 这一比例与之前一周相比增加了一倍多 该研究所称 目前可用的数据表明 预期感染德尔塔所占的比例将超过其他变异新冠病毒 预计到本周末 感染德尔塔变异新毒株的比例 所占的比例将至少是所有新增病例的一半 好了 今天的海峡五报到这里就结束了 台海资讯带节目重装出发 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中午播出的海峡五报 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海峡新干线 今日头条号和微信公众号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